九月 南瓜 湖 四火 十叶萝卜上 冲冲 冲一冲 吃个鸡花面准备出汤了 吃饭还带着面去 晚上去大学乘老板汤 看大学开学了 开了开了 现在到了陕西科学大学门口了 感觉都不让人出来 校门还是关 但是已经都开学了 上来这儿外不成 放个地方 西安工业大学也是蛮风的 好了 找了一个城中村 这里摆摊人特别多 大学目前看来不太可能 因为都不让学生出来 看现在摆摊的人有多少 超级多的 那几点几点来城管 好 所以还是不能挪回来 城管来了 我们生活都在等 等一会儿城管走了 看还能摆摸 还是挂起来放到车里面好 方便 一会儿城管来了 直接一关就走了 下班了 这会儿人流量还挺大的 这边把东西 后面想要打开 然后买东西 好几个东西开了一城买东西 打开微信 扫一下二维码 我看有没有那个型号给你找一下 诶 这个 来了 每次还没摆好就有人贴了 我今天下午 我中午都来了 这个是你的车 卖红薯 我把香蕉卖完了 我是今天第一天过来的 我看它已经开始卖了 也卖红薯 你把后备箱打开就行了 美女是卖红薯的 现在 这是磷筒的红薯 不是 大理的 大理的 哦 大理 半理红薯 隔壁老板是卖红薯的 在这儿贴个膜 好 贴好之后换十块岩红薯就行了 以物换物 老板搞十块岩红薯就行了 不用给钱 以物换物了 是吧 等会等会让你 不用炒 不炒 不炒了 不炒了 随便 随便挑 给了 你看一下 好了 蒸着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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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 蒸着吃了 又来生意了 我的天 三毛的 没事 十块钱这么多 红薯 这么多 好了 这会儿都开始营业了 那边人更多 那边没位置 那边人更多 双子红薯车 这个也是新开通的 现在用现金的人都很少了 哈哈 装钱要装好呢 钱装好 有一块的吧 我去搭车的时候 一块 我们都没领钱 拿手机 拿微信 现在 微信 我这微信的车 能复不了 能复 能复 现在都能复 能复 现在都能复 你回不拿那个啥 有个乘车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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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卖餐 原始卖葡萄 又是个卖红薯 还有卖餐 就是看着这种卡车出来卖水果 咬的咬一只 咬的咬一只 咱这这种卡车 这边有个两口子开车卖花 我发现每次到一个新地方 刚还没摆好呢 就有人来贴 麻我不停 后天才行 这几天一直下雨特别老 我又感冒了 今天出来穿着毛衣 穿着外套 今天确实有点冷 这会儿人多的 都出来逛了 下班了 红薯生意也好 这还是一个好位置 人流特别大 那隔壁摊位卖红薯的美食 生意特别好 两半一斤很便宜的 我觉得她特别厉害 一个女的开这么大一个面包厨 跟她老公一起 两个人 阿姨给了妈妈吃 上个贴个膜 阿姨 你拿扫过这个 小朋友拿过来要贴个膜 你刚扫过这个是多少 你妈妈在这卖黄桃 哎呀那你真懂事 给你妈妈来贴膜 这要你年纪 你年纪了 你年纪了 你拿个凳子坐这儿小朋友 我坐吧 左右隔壁都在你这儿贴膜了 那就换十块钱黄桃吧 走到这儿没有贴膜了 作业写完了没有 还没有写完作业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在家看手机过 小朋友 看手机了 你看什么 看抖音 看快手 小朋友喜欢看快手 让你妈妈拿十块元黄桃 就不用钱 不要钱 拿十块元黄桃 换十块元黄桃 你给他拿十块元黄桃 不用付钱 你给他手 没事没事你按条了 只多不少 至少不多 不要拿多了 拿多了不补钱 你要吃软一点一点 软一点吧 都可以 软了拿这个粒拿就可以吧 可以可以随便 看能给我拿点就行了 今天是一物换物的节日 每次到新 每次到一个新地方 左右的旁边的摊位都过来打着 好 谢谢啊 好 四个大黄桃 美的哈 四个大黄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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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节就出来了很多 这里边下雨就没人了 八爷说的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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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千多 一天吗 一天吗 哇太厉害了 这就在这 就在这 一天 那你有店铺 有店铺 不是店铺 有个小伞 哦 那相当可以了 我知道 那等于说 你现在开了两个 那一个这一个 没有 我不是房卖 今天没人房卖 那边还有 太厉害了 呀 那你呢 卖水果很增强了 卖水果 好 哎呀 这这没啥成本 你就这样赚你卖 还钱不 还好 好 你这黄桃便宜哦 你要不要给我买黄桃 你这黄桃便宜哦 你黄桃便宜哦 你黄桃你这个要归你了哦 超级的 再买个便宜 你再出去买了二十多 黄桃生意超级好 老板说 中秋节 一天卖了八千块 嗯 九千 你看那有一个固定的摊位 不是他说在那固定台位买一下 然后再开车买一下 一天游着买的 一天的利润是4000多 所以我就想买水果 你赶紧改行吧 难怪我看有好多跟咱 差不多一样大的两口子 开着卡车卖水果 水果确实 都不愿意上个班 因为确实比上班赚了多 水果确实贵你知道吧 10元天模 对对对10元天模 我感觉还不卖个水果 一个水果车往上100 世界费卖一晚上500还没问题 想的都很容易 但是不得不说水果确实贵 贵那利润就高一点 水费卖一个人称了点都十几二十 原来卖水果真的比上班都赚了多 这边年龄大了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还有好多年轻人也卖水果 对啊 开着车 再说了这么大年龄找个工作 三四千抽死 原来卖水果还了一千四千 都算了还 回货不是回货比较高吗 几点吃完还会再回货再买的 但是手机摸的话 基本上都量三个月可能需要花一个 然后回货的话比较贵呀 一个人过来买个三五十点 最高的卖到五十块钱就到 嗯 在这摸住十块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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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你说的不无道理 而且肯定要吃几次亏呢 啥的那么容易 钱那么好赚不得了 晚上了好多人出来采购了 这会东西最便宜 好多摆摊了之后就开始处理了 你看买东西人有多多 你也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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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说实话咱吃 哦脑脚吃 收摊了买一个土豆片夹馍给小家吃 我在家里都吃过了 有一点点饿 土豆片夹馍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 这个是高龄的特产 里面放的是那个滑杆还有土豆片 青菜 还有豆腐片 嗯 给你夹了一个豆腐片 而且他这个饼必须用半形面 哦 哦就是半形面 刚才我还问老板了 我说这个饼哪这么薄的 蔡加末不是要厚一点的饼吗 他就说就是这种 因为这种饼 加来之后不会抛弄 不会抛弄 就不会拉高龄的 土豆片夹馍多次用这种饼 特别大 看着就挺香的 我要了一份臭豆腐 看你吃 香哈 你看着有点辣 太辣了 太辣了 这家的臭豆腐太香了 最近香菜降价了吗 放松的香菜 这家的臭豆腐特别好吃 嗯 好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支持 我们下期见 拜拜